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曲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在每个付出的背后 网络上有篇有趣的故事说到 从前从前有一株漂亮的红玫瑰 它的花瓣饱满又鲜红 是花园里最美丽的花朵 但有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它发现 当人们来到花园里 总是站在离它很远的地方来欣赏 从来没有人近距离地欣赏它 原来是因为在红玫瑰的旁边 一直蹲着一只又大又难看的青蛙 导致没有人敢靠近它 红玫瑰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 便命令青蛙立刻从它身旁消失 青蛙听了以后虽然觉得委屈 但还是顺从地离开了 就这样过了几天 青蛙再次经过红玫瑰的身旁时 却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已经凋谢了 它曾经以以为熬的叶子和花瓣都已经掉光了 青蛙问到说 尊贵的红玫瑰啊 你看起来很不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红玫瑰答道说 自从你走了以后 虫子每天都在啃死我 我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美丽了 青蛙说 当然咯 我在这里的时候 可是花尽力气 帮你把虫子都吃个精光 因此你才成为花园里最美丽的花朵 故事的最后作者说到 红玫瑰致命清高 认为青蛙蹲在花园里 不仅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欣赏和赞美 便毫不客气地斥责青蛙快快离开 但是红玫瑰这个举动 不仅伤害了青蛙的自尊心 而且也给了自己带来了厄运 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只有互相尊重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生活才会其乐融融 明天才会更好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常常忘记 为着你身旁默默守护你的人而感谢呢 故事中的玫瑰青蛙 其实也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家中 特别是在婚姻里 我们常常会感谢外面的人对我们的好 却常常视家人父母配偶的付出为理所当然的 却忘记我们能有今天如此的成就 都是因着家人在背后的支持与付出 从前有一个妻子常常抱怨她的丈夫宁可去帮别人修马桶 而家里一个灯泡坏了三个月她都不动 而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丈夫从妻子那里感受到的都是她做那些都是她应该做的 而做了之后呢 得不到半句感谢的话和感谢之情 而她帮助隔壁的老太太换个灯泡修个马桶 老太太会非常非常的感谢她 会让她觉得很有价值 被欣赏和肯定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常常记得称赞 感谢你的配偶和家人吧 这是很简单 而且是花费最少功效却最大的一件事 在家庭里面 当我们把对方做的一切思维理所当然的时候 爱的意愿做的动力就会逐渐消失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为一个不断挑剔 又没有回馈感谢之心的人还能够继续地付出她的爱 今天呢 邀请你一起向最亲爱的家人说声谢谢吧 相信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家庭的氛围必定会变得温暖 彼此的关系也会更加恩爱美满 而你自己也会得到最大的益处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